来关心天气 今天台湾附近的云层偏多 中部以北雨势增加 而南部趋缓了 主要就是因为 这封面北台的关系 整体降雨的趋势往北移动 降雨热区都在中部以北 有较大的雨势 但很快的 现在晚上开始降雨就趋缓了 因为封面又离我们更远一点点了 会持续到礼拜一 降雨都是比较少的 洗衣晒背 可以趁着两天是比较保险的 今天白天在没有下雨的情况 比较闷热一点 各地高温来到29到33度 那么至于明天的天气预测 可以看到因为环境 已经偏南风到西南风了 所以各地大多都是 多云稻晴的天气 5号配合热力作用 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 还有东部的地区山区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 短暂雷震雨 不过大部分都是多云稻晴的 那么温度的部分 清晨的温度都有24度以上 是相对舒适的 不过到了白天 高温的部分 北部还有东部 会来到31度的上下 那么中部会32度 至于明天在东南部地区 恐怕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高温可能会来到34度 另外离岛的部分 高温维持在二字头上 算是比较舒适的天气 但是金门 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或是雷雨 外出要记得带伞 而马祖容易有低云 或者是局部物 影响能见度 航班资讯也要多留意了 未来一周的天气 明天的天气是相对稳定 而且是比较闷热的一天 雪期是比较少的 不过中部以北 仍然是会有一些 零星的短暂震雨 中午过后 宜兰 花莲 还有各地的山区 会要留意局部的 短暂雷震雨 礼拜二开始 封面就会接近我们了 到时候天气又要不稳定 好 到时候 中部以北 宜兰 花莲地区会有局部的降雨 山区也要注意 午后的雷震雨 尤其就是礼拜三 礼拜四这两天 好 这两天会是 封面通过的日子 因此整个西半部地区 容易会有强降雨 也会有局部大雨 发生的状况 未来一周的降雨趋势 礼拜三 礼拜四 就是天气最差的两天 是云多而且下雨的天气 气温也会略微地下降转凉 而西半部 东北部地区 也会有短暂雨 或是雷雨的发生 那么到了礼拜五 封面就会远离了 再加上东北季风减弱 因此整体的降雨状况 就会开始趋缓了 北台湾开始气温 也会有些回升 只有在阴封面的东半部 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而西半部地区 则是多云的天气 山区要留意午后的 局部短暂震雨 好 未来一周的温度图 主要也就是要留意的是 礼拜三 礼拜四了 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 所以高温会略微地下降 北台湾会来到25 26度 我们就仔细来看北部地区 好 一到周二高温平均来说 都是炎热的 温度大约是落在30度到31度 但是礼拜三受到了封面的影响 东北风开始增强了 就开始降温了 高温会最低开始降嘛 高温会最低是落在周四 会掉到只剩下25度 至于低温的部分 从今天到礼拜二 都是维持在23 24度左右 不过礼拜三因为 风面通过低温下探到21度 至于礼拜五 东北季风减弱 北台湾的气温 也就会慢慢地回升 好 再来看到南部地区 南部温度其实相对稳定许多 基本上都是温暖的天气 从今天到周四 高温大概都是来到31度到32度 也要提醒南部地区的民众 外头酒呆的话 要记得防晒补水 而接近周末 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 高温会稍微再降个一两度 而低温都平均落在25到26度 好 这一周 各地大多都是多云的天气 我们来看到礼拜一 礼拜二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 中部以北地区 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正雨 午后东北部东部地区 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的 短暂雷正雨 而礼拜二就会有封面接近 开始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来看到周三到周五 因为封面通过的关系 所以东北季风会增强 到时候北部东北部天气 就转凉了 而西半部东北部地区 也会有短暂的正雨 或是雷雨要多多留意 而到了礼拜五开始 因为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就会又回升了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 明天的温度是来到 23度到31度 温差比较大一点点 中部地区的温度是 23到32度 至于南部地区的温度 是24到34度 就温差更大来到10度了 东部地区的温度 是23到34度 至于外岛是 21度到29度 好的 明天上班课 天气是相对比较稳定 而且是比较闷热的 水气较少 不过中部以北 仍然有零星的短暂正雨 中南部会持续高温炎热 在室外要活动 要注意防晒 多不抽水分 而礼拜三 礼拜四封面 会再影响到我们 到时候整个西半部 又要下大雨了 也请你随时锁定中时训练